好來關心這一起社會糾紛喔 台北市有一對情侶 他們到KTV唱歌之後喝了酒搭乘計程車 不過這對情侶現在指控 因為他們當時可能這個車門關的太大力了 被問蔣毆打 兩人帶傷報案也向媒體來投訴 但是現在這位問蔣他也出面說了 明明是這對情侶先辱罵動手 他才會出手反擊 使得雙方現在是各說各話 有待理晴 7人車自己打他 直接打他一巴掌 他一個小女生這麼小 然後直接打他一巴掌 然後我就想說發生什麼事 我就回頭 我就過去推開計程車司機 邱姓女子臉上血跡未乾 眼睛碎裂 雖然滿臉都是傷 但她更心疼誠姓女友 被王姓問蔣打傷 因為太快 我只記得我的頭 然後就是我的臉著地我的頭 其他我已經記不清楚 只因為車門關得比較用力 竟然被問蔣打 兩個人星期五晚上 在台北市KTV唱歌 酒後搭車回家卻雙雙掛彩 事後將經過PO上臉書等問蔣 卻有不同說詞 亮出車子的照片 王姓問蔣堅稱女方先罵人動手 才拿棍棒防身 自己還被打到手斷掉 雙方各執一詞 原本在醫院說不提告 但現在女方已經向警方報案 王姓問蔣也去驗了傷 到底誰有理 恐怕在公堂上才說得清 這次陳志根周天杰台北報導 很明顯 在 它 número 砱 小 明晚 感谢观看